一直以来 中国金花都是中国网球的成绩担当 早在2004年 郑杰便在法网杀进了16强 截止笔者玩稿时 还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男网选手 能够达到这一高度 这一年 李婷和孙甜甜在雅典奥运会女双赛场上 一路高歌杀进决赛 决赛中 他们不为强敌 敢打敢拼 横扫对手为中国网球获得了历史上第一块奥运金牌 客观来说 中国金花的实力出众跟优秀选手辈出 竞争激烈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郑杰在2008年 以外卡选手身份爆冷战胜头号种子 塞尔维亚选手伊万诺维奇 就不会有李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屡错对手杀进前四名 更不会有李娜在2011年法网 2014年奥网夺得冠军 为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创造了历史 如今 在张帅年岁见老 郑赛赛因为伤病激情销声匿迹 王亚凡只能在低级 别赛适中发挥余热 王强则因为种种原因 不知何时方能复出的情况下 00后金花开始勇敢地挑起了中国女王的大梁 而王兴渝则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早在2017年 他便在奥网亚太区外卡争夺赛上 立刻群方 收获外卡 值得一提的是 王兴渝是首位出战大满关真赛的00后球员 虽然在2018年奥网正赛首轮 他就被对手横扫出局 然而在经历了成人赛场的大场面之后 王兴渝和搭档获得了奥网和温网青少年女双冠军 或许是由于年少成名 没有经历过太多的锤炼 所以王兴渝在赛场上面对落后局面时 往往显得办法不多 尤其是在面对强敌时 他在实力上的欠缺和经验上的匮乏 就会被对手沉系而入 所以 在2023年奥网前 王兴渝7次出战大满关赛事 仅在2022年奥网战胜对手 闯入第二轮 这对于年少成名的他来说 为时是一个不堪的战绩 2023年 痛定思痛的王兴渝开始慢慢地进行着改变 这一改变不仅表现在心理上 更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 WTA250奥克兰公开赛上 他接连获胜 时隔两年再进行回赛八强 2023年奥网首轮 他只落两盘战胜对手 获得了在大满关正赛上的第二场胜利 前几天 在WTA250华兴公开赛上 他又接连震胜了 瑞士球员乔安娜组阁 瑞士球员比约克隆德等人 杀进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上 他要面临的对手 是英国选手沃特森 尽管从世界排名上来看 王兴渝的排名比对手高近100位 然而 由于在2022赛季 接连输给低排名选手 所以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首盘比赛中 两人都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 场上比分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关键时刻 王兴渝以一记漂亮的正反手机球完成破发 此后 他没有再给对手任何机会 干净利落地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 第二盘比赛中 显然不甘心束手就擒的对手 通过放小球和各种节奏 以及线路的变化 不断加强进攻 这一变化果然奏效 对手破掉了王兴渝的发球局 大比分领先 这个时候 王兴渝没有放弃 他通过底线强攻和放小球战术连续得分 把比分扳平 最终 双方不得不进入抢7 抢7中 由于自身失误过多 对手拿下了这盘比赛的胜利 双方再度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决胜盘中 王兴渝调整状态 找回了应有的手感 在这一盘比赛中 尽管对手一度化解了王兴渝的赛点 但他最终还是通过放小球制胜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王兴渝第二次杀入巡回赛4强 由于身材苗条 外形甜美 而且还是零零后金花中 最先杀入大满贯正赛的选手 所以王兴渝被很多球迷称为中国沙娃 在赢得这场比赛之后 他的及时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第67位 这是王兴渝职业生涯以来 获得的最高世界排名 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将面临的对手是同胞朱林 这位中国沙娃届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来源网球之家 作者 一心居士 了解更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